十大颜值最高的宠物龟,你养过几种呢? 小海湾,沼泽和入海口树,所以它们也是少有可以饲养在寒夜水中的水龟,它们身性活泼,有上岸晒背的气息,虽说它们有一定的抗寒能力,但是依然建议冬天加温饲养。 由于颜值高,藏文龟一直是中高端玩家心目中的强手活,如果你也被它们的颜值所吸引,不妨养一下试试看。 如果把藏文比作温暖的日光,那星点水龟就是夜空中的繁星,它们的盾板上有无数个清晰且不规则的半点画纹,与黑色的甲壳形成性命的对比,星点水龟虽然通级发费,却能展现出星空般的华丽。 有趣的是,这种龟类身上的繁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不断变化,一般大龟的斑点比右龟更多, 这就让饲养星点的玩家有了更大的期待,而且它们的尘体比多大,仅为10到13公分,是居家宠物会的理想选择。 只可惜啊,一只星点幼苗的价格要3000元左右,实在是太贵了。 No.3,油彩木文龟 你见过有人把油画画在龟壳上了吗? 我就见过,这种龟啊,叫油彩木文龟,它们以油彩白绚丽的背景而闻名, 主要生活在潮湿的低地和高地的热带云,开放的西数草原及离潜水河流不远的灌物丛。 一般成体啊,20公分左右,适合生长的环境温度为25到30摄氏度, 所以啊,它们属于热带龟类,家庭饲养需要加温过冬。 油彩木文龟小时候洗水,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习惯于陆地上生活。 它们是一种半水龟,不过有话怎么说来着? 红年薄命,虽然它们拥有无与伦比的蓄力外表,却并不是命运的龟类, 饲养油彩木文是需要有一定的精力准备的,它们的饲养难度啊,并不低。 那么后,黄鹅必和龟,黄鹅必和龟被称为龟虫圈美丽的毒药, 它们美丽的颜值在整个龟虫圈都是有目共睹的。 黄鹅配甲上的图非常丰富,亮黄的体色配上斑驳的头纹, 产生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 但是说实话吧,这龟啊,真不太好养,太考验人品了。 如果选了一只养定健康的,当然没问题。 但是如果来了一只紫闭症或者有问题的龟,真的可以把你熬出白头。 由于市面上的黄鹅大部分都是WC个体,状态很不稳定, 很容易出现硬机巨石等问题,让无数养归人束手无策。 小暴自己啊,就有八个月才开始的记录。 如果心理素质不过硬啊,还是远观欣赏吧。 No.5 欧洲则归 欧则是被埋目的高颜值鬼虫, 他们的饲养人群并不多,算是比较冷门的一回来。 但是不得不说,欧则中确实有很多高颜值的额体。 和新典一样,通体发黑,但是新典是夜空中不满繁星, 而欧则是夜空中的闪电,非常的炫酷。 他们性情温顺,且容易饲养,耐寒,皮脂能够冬眠。 主要分布于欧洲和北非的地中海周边区域, 在欧洲大部分池塘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因此也被称为欧洲草贵, 是十分适合人工饲养的品种之一。 也许是因为近几年人们逐渐发掘他们的魅力, 价格是逐渐还深, 他们也从几十块飙升购了几百块。 不过总体来看,欧则的手中群体依然不大, 也许是因为这种贵类的颜值差异太大了吧, 好看的很好看, 丑大也是真的丑。 No.6 佛罗里达相归 佛罗里达相归是卡罗来纳相归中极型最小的鸭筑, 但是它们的颜值非常高, 高红的背材固满放射条纹, 这些放射纹分数多样, 让你很难找到两只一模一样的纹路。 佛香原产地属于亚热带湿冷气候, 与其他相归不同, 佛香通常在冬季活动缓慢, 但并不冬眠, 只做短暂的休眠, 食性为杂食性, 但是偏好吃荤, 特别喜欢吃各种昆虫, 虽然佛罗里达相归的外表很出众, 在龟虫圈也备受关注, 但是苦于它们的价格近几年涨得实在是挺夸张了, 已经被当成龟虫圈的奢侈品, 普通养贵人也只能妄养形态了。 N.7 东部相归 和佛罗里达相归一样, 东部相归也是塔罗莱纳相归中的一个亚主, 而且是纸名亚主, 通常宠物贵的幼苗要比陈体好看, 但是东乡恰恰相感, 它们的幼苗灰头粗脸, 其貌不扬, 谁能想到尘体后的东部相归能经验到这种地步, 东部相归的花纹华丽而生去, 并且随着各体生长而有所变化, 饲养中香最大的乐趣, 就是看到一只小丑鸭慢慢的变成白天鹅, 只可惜它们的价格也是屡屡判身, 而且事片上杂交的情况很不变, 价格高水又升, 让不少贵友有钱都不敢贸然下手, 要我说, 还是欣赏欣赏, 我国眼影罢, No.8, 墨西哥剧型摄像柜, 三大巨蛋之一, 也称为几星最大的弹归, 背甲可以涨到45分, 虽说是个大家伙, 但是依然不影响它们高颜值的地位, 背甲上的放射樱花纹非常多目, 头纹更是斑驳华丽, 净天高贵, 墨西哥弹归特别皮实, 几乎对水质没有任何讲究, 自来水都可以把它们养得很惬意, 最可惜啊, 由于体型太大, 让不少城市玩家望而却步, 也许啊, 这也是墨西哥弹归始终缠不了高端归类的一大原因吧, No.9, 窄桥摄像龟, 只要是喜欢养弹归的玩家, 就没有人不知道窄桥的意义, 他们凶猛, 活泼, 互动性强, 被誉为弹归之王, 窄桥的外表很少看, 萌萌的大眼睛, 巨大的头部, 美丽的放射纹, 艳丽的头纹, 让无数弹归玩家为之痴迷, 虽然他们属于弹归界的高端归类, 价格不菲, 但是依然是众多玩家追逐的梦情, 虽说近几年弹归的价格涨得高, 但是窄桥却是降价了的归类, 喜欢的朋友们不妨尝试一下, No.10, 黄园必可归, 如果说以上这些归类都是华丽张扬的梦, 那黄园就是前进入亚的梦, 黄园没有丰富的色彩, 也没有丰富的花纹, 但是人家有标准的颗心和典雅的韵味, 紫团色的背甲配上别致的生长纹, 一看就显得有本化, 饲养体验上也非常的审心, 基本上除了好养, 可爱, 好看, 通人性, 互动强, 价格稳定, 男女通吃, 老少嫌疑, 越养越美之外, 也没啥别的两点啊, 不过, 喜爱黄园的玩家也不仅仅是看中他们的外表, 而是他们的性格, 黄园龟是龟圈公认胆子最大的回类之一, 他们可以非常快的和新主人打开一片, 相处时间长了, 把他们当成小狗养都没有问题, 如果你想养半岁龟, 那选择黄园是非常明智的, 我是小豹, 我一下机, 再见啦。 好看, 好看, 感谢观看